躺在棺木中的老妇人正在大口呼吸 看起来相当虚弱 但明显还活着 几天前她是在家里头昏迷 送医急救 院方判定是脑中风 导致心肺揍情 也开立了死亡证明 不料几小时过后 她的儿子发现棺木里头传出了怪声 赶起开关把母亲救了出来 又再度送医治疗了 现在厄瓜多声明已成立委员会 务必要彻查事发的经过